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 是台湾有够赞 我是贤勤 那么在积木星球跟NGC的国际地理杂志呢 都评比台湾在2015年是非常值得造访的国家 那么在2014年台湾有很多旅游的优势 在国际很多的媒体当中评比出现 台湾的旅游市场在全球的能见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在今天台湾有够赞的节目当中 很高兴 同时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 交通部观光局的张錫聪副局长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在2014年 我们在推动观光旅游上面的成果 以及在2015年 我们有哪些新的展望跟计划 副局长您好 主持人好 台湾有够赞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呢 我不晓得大家在2014年 有没有机会到这个中正机场去走一走 不管你是要是出国旅游 或者是送机接机 如果你到过中正机场 你一定跟闲情有一样的感觉 哇 人好多 的确 其实根据数据显示呢 在去年2014年 来台湾观光旅游的人口数 哇 真的是屡屡创新高 比之前还要高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副局长 就是我们这个来台的人数在2014年 有没有达到我们这个观光局 在2014年年初的时候 所设定的这个目标 有的 我们在前年底的时候啊 就已经设定说观光局 我们2014年要达到某一个程度的目标 当时我们设定的是950万 那这950万呢 我们在12月的时候啊 我个人奉派去桃园中正机场 我们就预测12月2号 那一天会有第900万的旅客到台湾来 果然在下午大概三十点的时候啊 有一位来自香港的罗先生 带着他的女儿跟他的小孩一家三口 就来台湾自游行 被我接到了 他就是第900万旅客 那最后我们到年底啊 12月的时候啊 居然这个达到991万204人了 那成长率跟这个前年啊 801万比较起来 我们成长了23.63百分比 是 相当的高 就是历年来啊 是一个创纪录的一个百分比 所以我们在这个2014年初定的这个目标 其实呢 很快打正了 这个达正还比预期的时间早 对不对 而且我们今年更特别就是说 我们在来台旅客结构里头 有三个百万来台的市场 百万俱乐部 百万俱乐部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大陆啦 那大陆市场呢 有398万 成长率也非常高 达到38点多的一个% 那这个还是我们有做的总量管制 我们也这个为了品质也不会说 一下子让大陆旅客来的太多 那第二个百万市场是日本旅客更难得 因为日币啊 贬值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日币贬值 日本人出国旅游啊 就比较缩水了 是 大家不愿意出国 所以他们去年出国旅游的人数是减少的 但是到台湾来的这个观光客啊 增加了很多 它成长百分之15% 那我们在总数啊 也达到163万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港澳的市场 港澳市场呢 也来了137万 成长了也有16%啦 也是两位数 所以这三个百万市场啊 都有大五的成长 那更惊人就是韩国市场 以前呢 大概都是三十几万人 今年突然 突然间呢 到了52万 成长超过50% 是 那其他像美国啊 纽澳啊 又这个欧洲啊 马来西亚啊 都是两位数以上的成长 所以今年呢 大概各个市场的成长都非常的平均 那我想这也是丰收的一年 是 那么特别是我们从2009年 几乎每隔一年就是有成长100万 那今年更特别 我们在去年到整体的一个成长的人数啊 达到190万 就是一年而已就成长了190万 这也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 这个创举啊 那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呢 当然这样的一个来台旅客人数啊 那直接给台湾带进来的外汇啊 就以新台币来算就4370亿左右 所以非常的惊人 因为过去大概都是3000多亿了 那今年已经破了4000了 到4370亿 那如果用那个产类关联的一个角度来看 其他相关的产业呢 经过这样的投入 所产出的这个经济效益啊 的确非常惊人 包括救费机会的一个提供啊 都有一些的贡献 所以人潮真的就带来了前潮 所以呢来台湾观望的里克呢 真的是年年创新高 像刚刚呢这个副局长提到 从2009年开始每一年100万 但是在2014年非常的特别 我们的人数应该算是double的成长 将近190万 那比前一年还要多 可是大家会好奇说 那请问观光局你们一定做了什么事 你们施了什么魔法 为什么人数上在这个 尤其从2009年开始后 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到2014年的时候 它会成长的速度这么快 就是我们在整个观光台湾的 观光旅游市场上面的 我们的行销啦 我们的活动上面 我们一定做了一些努力 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吗 没有错 首先我们当然要感谢 闲政院在政策上的支持 闲政院有支持的 包括政策的未接提高 然后预算的一个投入 会比往年也会增加 那当然这些政策跟预算的投入以后 观光局一定要拟出很多的 有效的一个方案策略去执行 像我们拟定的观光拔尖领航方案 这个方案有14个子计划 那么在我们拔尖的部分 还有这个主体的部分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拔尖就是说我们要凸显 我们的这个优势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要把它凸显出来 好好的打造 我们的主体 就是让我们的观光产业 所提供的服务 能够让它在国际上 有很强的竞争力 然后再去提升 我们自己的国际能源度 那就是要行销推广 那行销推广当然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秉持着多元开放全球布局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如果有鸡蛋 不能放在一个篮子上面 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个 对外的目标市场 都是蛮多元的 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会把连近国家 因为交通的可及性比较好 比较便利 都是列为主要的目标市场 所以我们在亚洲地区 像这个日本 韩国 大陆 东南亚 港澳 都是我们的一个 主要的目标市场 那这些目标市场 我们要去做深耕 好好的巩固 已经来了 我们要让它愿意再度来 那么新兴的市场 更重要 要去开拓 所以我们在两个部分 一个我们在东南亚五国 五个国家的部分的一个新兴的 这些经济 经济强国 我们要列为重点的目标 像印尼 这个华利宾 泰国 越南 印度 这五个国家 有很多的一个新兴的族群 之后我们去努力开拓 那我们也把它当成目标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一方面 当然是宣传推广 那我们做适度的一个曝光 国际主要主流媒体 去做一个曝光 增加我们的能见度 同时呢 我们要去了解 这些客源市场的特性 他们到台湾旅游 他需要的是什么 在台湾他缺的是什么 那我们要去满足他们旅客的需求 第一个比如说便利性 可能签证有些国家 是到台湾来很困难的 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努力 在协调我们外交部门 能够简化 便利 甚至于免签证 给这些主要目标市场的国家 像泰国 这些的国家 如果可以免签证 他们就容易到达台湾来 那一方面就是 航班航线的一个扩充 因为这个是交通便利性 非常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产业界 还有景区 景点这些部门 我们要营造友善的旅游环境 而且饮食的部分 那他需要特殊的一个安排 那他的这个旅客的习性 也会比较特殊的 那我们都必须 因应他的需求 做好这个整个服务的一个转变 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 这个新兴的一些 高潜力的客源市场 需要去开拓 不一定是国家 比如说穆斯林的市场 那穆斯林市场就比较广泛 他在我们东南亚地区 有印尼 马来西亚 在印度也有 中东也有 所以这些的市场 就是也要 也要好好去努力 比如说穆斯林 我们统计一下 全世界16亿的人口 也是穆斯林 那我们如何让穆斯林的朋友 我们花了很多资源 去做宣传广告以后 到了台湾来 他是觉得 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第一个让他觉得很方便 然后很便利 还有这个饮食部分 我们要去透过认证 哈拉 清真 以及穆斯林友善餐厅 这个认证 还有这个景区 像我们观光局 所属的13个国家风险区 全部都要营造一些 穆斯林的一些 友善的旅游环境 然后呢 包括我们这个 高潜力市场里面 有邮轮的市场 也是新兴的一个 高潜力的市场 那邮轮的市场 更是一个各国 在争取的市场 其他呢 有奖利旅游市场 因为很多企业呢 在亚洲地区也好 中东地区 东北亚也好 很多企业在 亚洲设的很多总部 他的员工的一个奖励旅游 通常也带给 旅游目的地的国家 蛮多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收益 而且都是 高端的客群比较多 所以奖励旅游也是我们要 作为努力开发的市场 还有呢 年轻族群的 像休学旅游 学生呢 现在年轻人 非常喜欢出国旅游 那国外的 到台湾来旅游的 像日本 韩国 包括大陆 东南 我们都在经营这一块的 休学旅游的市场 那其他一些特殊主题的市场 我们也透过 环境跟活动的改善跟举办 要来挣起 比如说这个自行车 我们每天去办了 一个自行车节 但是在办自行车节 这个活动的一个之前呢 已经发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做了很多硬底的自行车的设施 我们体育主管机关 还有交通部 像公路公路单位 铁路单位 跟观光单位都一起合作 做了很多自行车的专用的一个车道 然后这个自行车陆网建立起来 那同时就举办了一个活动 有的呢 比如说我们活动里面有登山网的挑战 从花莲海拔从零开始 鲤鱼潭那边开始起 起到河环山的武岭 2725公尺这么高 那有些选手 我们就设定奖金 给他如果说拿到这个得奖的 100万的奖金给他 对他结果他在比赛前 一个月他就来了 为什么他全家来 鼓励他 然后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去试骑训练 然后希望能够赢得这个比赛 那类似这种情形很多 像自行车旅游 在台湾也是蛮好的环境 那这种挑战型以外 普及型的 他更可以骑着脚踏车 然后到处更贴切的 深入的贴近台湾 了解台湾 那当然还有很多主题旅游会在推 包括温泉的 原住民的旅游 这个主题 都是我们在2015年 今年要去做 那去年已经有开始 打好一些基础 那么2015年 更会强化这些的主题市场 OK 所以其实刚刚听这个 副局长跟大家谈一下 会发现说 我们在2014年做了很多 但是我们2015年要做的事情好像更多 对 有好多好多的族群 然后也包括了东南亚的新兴五个国家 其实都是在2015年 我们很积极努力要去拓展的这个部分 不过刚刚其实副长有提到了 我们除了积极的努力去拓展一些新的客源 然后新兴的一些国家去推广台湾的观光旅游之外 其实我们刚刚讲有三个百万俱乐部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了这个日本也包括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国家 也是这个百万俱乐部 港澳也是百万俱乐部 那对于这些已经是这个百万俱乐部的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讲 我们其实会怎么样去巩固 甚至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 我们在这个部分上会怎么做呢 这个部分很重要的就是说要去强调质品质 那这么多百万市场的来 他们来的家中期来的人数超过一半以上 他们已经来的 那我们就要把他当成上边 既然来的就好好接待他 让他回去的时候觉得到台湾来是非常满意的 兵质如归 然后以后想到理由就想到台湾 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让他的重游力能够增加能够提高 这是很重要 那这个就要靠品质 否则的话人家只来一次 你做一次生意 人家以后不来了 那表示这个品质有问题 我们要去创造营造 这个顾客的对台湾的忠诚度 他说台湾就是好 那我们发现很多 很多这个大陆自由行 有香港了 日本的朋友 很多这个重游率是很高的 他来过一次 以后不是说以后就不来的 有的一年来了两三次的也有 那这种情形就是要靠品质的提升 而且这个品质的提升 将来在产业界特别要注意 纸的部分 纸的品质以外 还要这个去营造这个产值 产值呢就是必须要把那个市场 要做一些选择你的旅客 不要去走低价路线 然后这个利润很保的 或是说甚至于说负面的 负的会做出来会亏的 那这种的都不好 应该就是说做一些比较品质稳定 附加价值高 然后提供产值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旅客 因为人那么多 那我们要选择比如说高端的客群 这些高端客群呢 我们如果引进到台湾来 他的消费力强 那如何让他的消费 当然要付出一些 我们应该给他的满意的服务 我们的行程安排 当然一定要每一个环节 都是要非常讲究购水准 然后呢不会赶行程 不会有那些什么 进购物店抽用的 没有旅行社呢 不要再排这种 你就让他去带他们自由去购物 然后呢就是餐厅也好 游览车也好 都是干净清洁舒适 那么而且非常新 游览车也不一定要做得满满的 你做的三分之二左右 很宽敞的 然后不敢行程 然后餐的部分呢 都是很高档 但是不一定 就是说都是大餐 但是都是高档的 有在地食材 对不对 有在地食材的 他要到的这个原住民去 部落去 或是说到很多休闲农业 休闲农场去 他都可以跟当地的这些人 做一个很亲切的互动 包括我们接待这些高端客群的导游朋友 他也是非常亲切 拿出专业跟热忱 那么当然了 相对的业者要给他好的 这个导游的待遇要提高 然后呢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行程 让他回去之后啊 真的会产生口碑 那这些高端客群来讲 对对他的一个团围来讲 他不是问题 他要的就是需要他 很适合他的一个满能够满足他 VIP级的档次高的这样的服务 就是高端客群我们接一团 等于说接着一般团的 这个两三团的产制 那另外呢我们在 我们自己要检讨 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 一定要油脂化 那油脂化 一方面制度要检讨 所以观光局本身也是要检讨 我们的制度 哪些是阻碍了我们产业的发展 我们就要去把它切掉 做一个简化 做修正 然后有助于产业的环境 更发展的更好 然后业者 他的人才 要自己自行的培训 还有政务也会提供培训的资源 你毕竟观光是人力的服务 你要科技再怎么进步 他还是要这个面对面 用人的服务 不是机器可以取代的 所以这个人才的一个训练 包括从低层的 跟旅客接触的这个服务人员 到中阶干部 到高级的CEO 这些的一个 这些关于的阶层 也都要做一些人才的培训 然后呢 我们才能把这个 人才资源 再整合 创造新的产品 那新的产品 绝对是有人才 有资源 那一定会 阐述新的产品 这个新的产品 才能够不断的创新 吸引原来的旅客 再度到台湾来旅游 那这样我们就指的提升以后 不一定说一定要充量 量充到那么多 如果说 辛苦了半天赚没多少 那也不是很好 我们量到了一定的程度 承载量够了 我们就在充值 所以充值在2015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值 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业界 中央跟地方政府 那么所有跟观光有关的 都一定要去把2015年的一个重心 把它放在值的一个建设上面 来做我们的观光产业的发展 OK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可能在过去大家觉得 观光人数越多 好像我们可以产生的产值越高 其实这个观念 也许在现在要开始 有一点点扭转 有一点点改变了 因为有的时候反而量太多 它也会带来一些困扰 事实上就像刚刚副局长讲的 可能人很多 但是你实际的收益 他说产生的产值 其实并不高的 所以可能要把这个观念扭转 然后把重点 包括了政府 包括了民间单位 我们把这个重心 放在值的提升上面 希望所有来台湾 观光旅游的这些朋友 来一次之后回去 就吃后到休息了 告诉大家台湾真是个好地方 欢迎亲朋好友 大家携手一起来台湾观光旅游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回游率 这个部分 其实这几年应该也是 慢慢的往上升了吧 对 回游率有几个现象 比如说像陆克 还有一些在语文上 比较没有障碍的这些地区 第一次来参加团 到台湾来旅游以后 第二次他自己来了 他不参团 他觉得我语言可以通 台湾就是这样很方便 自然也好 然后很多地方都很亲切 所以我们就觉得 像自由型的一个比例 就逐连的提高 自由型比例逐连提高的话 它重游率也会增加 重游率也会增加 这些跟我们服务的改善也有影响 比如说我们为了当自由型旅客方便 第一个交通接驳 观光巴士 台湾好行 观光巴士 这些都是个人的旅游 自己来自己订 然后就上去搭他的行程 就可以去旅游的 然后资讯方面也提供了很多服务 像我们一直讲 说明我们今年会有一个策略 就是智慧观光 就是把我们台湾的强项 IC产业 我们是IC产业的王国 应该赶快要借用IC的技术 把旅游尽数医化 让这些到台湾来的旅客 在旅游前 旅游中 还是旅游之后 都可以透过这些IC的新型的工具 去做他的一个旅游的补助 一个协助 资讯的取得很方便 然后到台湾旅游 随时上网 或者说上这个 比如说台湾好行 这个所谓的旅行台湾APP 去里面已经建设出来的 他上去可以取得很多资料 也可以取得图档地图 告诉他 他要去的点在哪里 那里有什么车站 怎么打 那这些图也有 那么旅游后 马上也可以把他所拍摄到的自己的记录 可以去打卡 上网去上传 就是旅游前中后 都有这些的智慧旅游的融入 让这个旅游更加便利 那其次就是要打造这些什么 这个我们的一个绿色旅游 也就是说 低碳旅游吗 低碳 节能 减碳 像日月潭就是一个典型 日月潭我们观光局的国家风景区 我们就一直在推低碳旅游 你看到日月潭以后 我们有台湾好行的这些巴士 那么有电动巴士 电动的油斧的巴士 都不是使用柴油的 然后船也在推电动船 尽量把这些的柴油船逐连去态换 然后到那边还有揽车 它也不会拍放这些汽油 那么有些身上比较不方便的朋友 还可以搭电梯去搭船 那一系列的整个日月潭配套做出来 特别是什么呢 就是自行车 反腐的自行车道非常的漂亮 我们是CNN GO 把它列为全球十大 最美意的自行车道 这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绿色旅游 也是我们在推动优质产业的 一个蛮重要的一环 所以其实刚刚通过副局长 跟大家分享 会发现了台湾的观光旅游 我觉得也随着时代 日新月异 包括我们也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用IC智慧型手机提供大家更方便的资讯 另外在这个旅游上面 我们也在推动这个绿色旅游 低碳的这个旅游 那真的旅游的形态 真的是一直一直都在改变 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提供更新 然后更辨明的一些旅游的措施 所以我想接下来请副局长来谈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您有提到了 在这个2015年非常积极拓展的一个新兴的国家 还有这个客群里头 还包括了一个是游轮的游客 那他可能会对这个部分 尤其我觉得亚洲人 因为在欧美游轮旅游 其实已经行之多年了 但是对于亚洲的游客来讲 这几年有比较多人开始了解了 但是大家可能对这个部分 还是比较陌生的 那在观光局这个部分 我们怎么样来结合 尤其台湾是一个海岛 所以我们怎么样结合 这个游轮的部分 让台湾可能在 可以因为这个游轮的旅游 他的这个年限度更高 同时我们也可以让我们 这个旅游市场再扩大 对 游轮的旅游是来自海上的国际旅客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际旅客 都是来自空中 搭飞机来比较多 搭船的应该是游轮 那游轮这个市场过去在欧美 也是非常流行的 但这几年来几乎一直往东 在转移 那全球一年大概三千万左右的一个 搭乘邮的旅客人数 那这个其中亚洲的邮轮市场 在2030年大概会趋向 占了整个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 就至少会有一千万以上的规模 那邮轮因为他的接待会比较特殊 因为他是把邮轮当国际旅馆一样 他的客房是在船上的 里面 在那边住到那边 他并没有在陆地上住旅馆 但是他一旦关靠 他登陆以后 他入境了 就是要很快速的 然后很重点的 邮轮主要的据点 然后要去shopping 用餐 然后在我们周边的一个旅游 都是他主要的活动的范围 那他短短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通常都是一天左右了 早上到 然后晚上 大概十点多前就登船了 那这一段的时间 他会努力 很快速的去浏览一下 当地周边的旅游的据点 然后回去拍一些东西 然后就往上传 所以他的一个宣传效果 其实蛮大的 那他下一次来 他不见得会搭邮轮 他觉得台湾这个地方不错 他就搭航班来 或参加团 到台湾来真正 比较做长时间的旅游 那所以邮轮的一个效果 一方面 他当然是争取到国际旅客 那一方面 他得到一个 当地旅游的 旅游目的地的一个 国际能见度 他曝光率也增加很多 所以邮轮市场 几乎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 那我们呢 邮轮的一个市场 在今年来讲 也把它列为一个 整个推动的重点 因为从区位上来讲 台湾刚好要往东北亚 往东南亚 都非常的便利 所以我们的区位 在亚太地区是优势的 几乎在中心点 我们可以往北 去发展东北亚的 这些游轮旅游线 也可以往南 去发展东南亚的 游轮旅游线 那当然目前来讲 往南的部分 还有到日本 往北的部分 日本 只是两个周线的 发展的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呢 也特别在 亚洲游轮市场里面 我们成立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 亚洲游轮案 我们跟香港 首先去签 签的一个 亚洲游轮专案 我们共同去出资 来提供经贿 来鼓励这些 国际的游轮航线 往靠两地 让两地的人民 来往来 然后呢 逐渐去拓展 共同参加 全世界有名的 游轮旅展 像迈阿密的游轮旅展 全世界最大的旅展 共同去那边参展 共同去行销 共同推广 那彼此呢 厚利 因为它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连结型的一个形态 那逐渐也得到其他国家 年金国家的认同 所以最近 我们去年年底又加入了什么 厚利边也想进来的 还有这个大陆的这个海南 他也进来的 那这样的一个组织 我们逐渐扩大以后 先从互利开始 然后来把这个宣传 让游轮的市场再度扩大 所以游轮的这个旅游 将来一定会蓬勃发展 当然这个部分要靠很多单位 包括除了观光局以外 旅游会 特别是这个港务公司 港务公司 像台湾我们的基隆港务公司 高雄港务公司 台中花联都有 他们的一个营运的单位 也要跟我们做合作 同时跟我们国外的 这些的游轮的 这些业者去互惠合作推广 那在设施的部分 像我们韩港区 对港库的建设 也要做一些游轮的 一些转用的码头 包括我们自己 旅游接待的训练 因为游轮接待的训练 毕竟会跟一般团不大一样 我们也会 资源给民间的团体 像旅行工会 或是最近又成立一个 台湾国际游轮协会 他们也在关心这个事情 我们大家一起来 可以把这个游轮 再往上推升 当然海洋的 来自海洋的旅客 不止这些 从事海洋观光的 台湾还有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卖点 就是游艇游艇旅游 游艇旅游在航港区 还有我们观光局这边 还有我们很特殊的 在台湾是渔月署 他们都渔港兼座 游艇码头专用的 都可以一起来推广 因为游艇是适合推广一些 海上游汽高端客群 到台湾来 而且我们台湾又是游艇王国 我们游艇的一个 整个市场占有力是 全世界有名的 都前世大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利机 我们也可以同时来推广 一个海上观光的部分 就是游轮加游艇 是 所以未来这个游轮跟游艇 也是要积极努力 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不过就像刚刚在副局长讲的 这个推动观光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只有观光局的事情 也不是只有政府单位部门 其实真的是要很多的 民间单位企业 甚或是我觉得 每一个台湾的人民 大家其实都要在这个部分上 尽一点心力的 所以我想最后呢 要请这个副局长 来跟大家谈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了 在这个2014年 我们算是交出了一张 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单 那在2015年 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展望 还有一些新的这个努力的目标 那我想最后 请这个副局长来谈一下 就是这个国际接纳 对于台湾 在这个观光上面的推动 我们的评价是什么样子 我想 不用客气 我们自己 讲自己 那比较会觉得说 好像不够客观 但是别人讲我们说好 这是别人讲的 这真的就是一个 最值方面的肯定 那当然数据是 只能看到量 但是值呢看不出来 那事实上 我们去年991万的这样的一个人士 同时对于旅游品质的这个努力 大家是非常用心的 但是只是说不容易看得出来 那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国际主流媒体 给我们的肯定 国际主流媒体像今年 Discovery 我们生活频道制作的这个 行销台湾观光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 这个是世界主流媒体 它把台湾列为 这个全球 这个十大的一个必有的景点 那还有很多像纽约时报 英国卫报 还有这个CNN Go CNN Go就是 我们CNN的一个旗下的一个旅游杂志 它也都把台湾很多的地方 像台北市 日月坛 还有我们这个 像一些活动 像平息天灯 还有这个所谓的 各种的一个网路的 像大陆 百度网 淘宝网 什么 也把很多 这个台湾的主要的景点 都列为说必有的景点 不可错过的景点 那这些都是对台湾的一些肯定 那这国际媒体 能够把台湾列为必有的景点 不是只有今年 或去年而已 就是在前年 还有这个前三年 就逐渐开始有了 那去年更多 去年特别多 甚至于把一些具体的 很具体的点都点出来 好像高雄有什么捷音战 美丽岛战 是 他两位人的梦想 一个一个杂志也把它列为 这个所谓 这个梦想的一个 这个最佳的一个捷音战之一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导 那么值得我们这个庆幸 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曝光度 我们的国际能见度 我们增加了 一方面呢 也觉得 透过国际媒体对我们旅游品质的肯定 这才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这样就心满意足了 我是呼吁大家 我们观光业界 还是认为说 品质永远都有改善的空间 好还要更好 绝对不是说人家有这么多人跟你报导说好的 然后就心满意足 就是没有进步了 那就不行 其实有了这些报导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鼓励跟肯定 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停滞不前 我们要好还要更好 所以呢在2014年 如果呢这个听众朋友曾经到过台湾观光旅游的话 请你把台湾的好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然后带着你的亲朋好友 再次的在造访台湾 那如果呢你在2014年你没有到过台湾 那2015年你一定要到台湾来 这绝对是你旅游的首选 台湾的好山好水好人情都在等着大家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呢 交通部观光局的张喜聪副局长呢 在空中呢跟大家做这么精彩的分享 也非常谢谢副局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感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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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众朋友